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边大喊抓贼 一边敲响手中的铜锣报警 这件黑衣人跃窗而逃 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文讯赶来的戴庙住持连忙检查仓库 很快他就摊坐在了一个被打开的箱子前 失声地喊了起来 啊 宝瓶不见了 第二天清晨 泰山代庙被盗的消息 传遍了泰安城的大街小巷 城中百姓议论纷纷 有人说 这个贼胆子真大 泰山三宝也敢偷啊 有人恐惧地说 这可是泰山神的宝贝 恐怕要遭报应啊 那么泰山代庙丢了什么宝贝 人们说的泰山三宝又是什么呢 这还要从泰山特殊的地位说起 在中国历代帝王心目中 泰山是一座神山 从秦始皇开始的两千多年里 先后有十二位皇帝 到泰山举行大规模祭祀 秦始皇 汉武帝 唐高宗 唐全宗 宋真宗等 都曾到过泰山 皇帝到泰山有一项重要的活动 就是举行丰善大典 也就是帝王受命有天下的祭祀典礼 简单地说 古代帝王认为 君权神兽 而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当皇帝 必须经过泰山神的允许 清代的乾隆皇帝对泰山极为尊崇 他登泰山的次数多达十次 创造了历代帝王祭祀泰山之祟 乾隆曾三十多次给泰山玉寺祭祭 很多都是西式珍宝 在这些祭祭中 有三件最为精美 分别是 黄柚青花葫芦瓶 陈香狮子和温良玉龟 被誉为泰山的镇山三宝 老百姓称为泰山三宝 乾隆赏斯给泰山代庙的葫芦瓶 平时用黄筹包裹锁在库房里 从不轻易试人 就这样在泰山代庙保存了一百多年 直到一九四一年 盗贼潜入代庙偷走了葫芦瓶 在堆满贵重物品的库房里 盗贼只偷走了这件葫芦瓶 而就在案发现场 盗贼无意中留下了一个特殊的痕迹 泰山代庙失窃后 警察对盗贼现场勘察 结果一无所获 而当警察沿着盗贼逃跑的路线寻找时 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原来就在代庙院墙边上 留有一个很深的大脚印 显然是罪犯翻墙时留下 这个脚印十分特殊 他的尺寸比普通成年人的脚大出一大截 当警察看到这个脚印后 初步判断 这个盗贼应该就是江湖人称的杨大脚 杨大脚真名杨安一 是一位盗宝无数的惯犯 此人天生一双大脚 行动敏捷 从没施过手 那么这次能将他缉拿归案 接下来警察暗中走访 赌局等各色人的混杂之地 很快他们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济南局势上 有一个人经常会兜售来路不明的古董 发现了异常 这个卖古董的人正是生就了一双大脚 虽然杨大脚落网了 但是办案人员却发现疑点重重 首先杨大脚是靠倒卖偷到古董为生的惯犯 但在待尿的库房里 他却只偷走了葫芦瓶一件古董 而且事后杨大脚还在城里露面 没有躲避警察抓捕的意思 显然杨大脚偷葫芦瓶更像是受人指使 而指使他盗保的人似乎很有背景 才会让杨大脚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里 而就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更加离奇的事情 侦办案件的警察厅突然接到了上级的一道指令 让警察停止继续追查此案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41年中国山东省处于日维统治时期 日本人借机大似敛财盗保 而唆使杨大脚去盖庙盗保的 正是一个不法的日本古董商 迫于上面的压力 为警察厅只好决定不再追究国宝的下落 就这样黄有青花葫芦瓶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当时人们都认为 这件黄有青花葫芦瓶已经被日本古董商运出国了 其实精明的日本古董商意识到 葫芦瓶被盗案已经引起中国人不小的愤怒 他怕惹祸上身就低调处理了国宝 谁也没想到 这件国宝就藏身在山东一个顾齐眼的地方 不久以后 就被一个叫徐少山的人发现了 徐少山是当时北平一家古董店的伙计 一年到头在全国各地收集文物 这年夏天 他来到山东济南办护 当他走进一家顾齐眼的古董店时 突然发现了一只黄底青花的带盖葫芦瓶 造型脱似天然生长的葫芦 凭借多年收古董的经验 他意识到眼前的这件葫芦瓶肯定是件宝贝 可是这只瓶子并没有摆在一个显眼的地方 而是放在了货格中间 一个极有可能被人碰到的地方 徐少山心想 这样的好货 补完铺的习惯是藏而不露 补上货格子 八成是老板把东西看错了 没看出宝贝的身价 还以为这是件宴贝呢 所以徐少山不动声色地 在货格子前挑来选去 先拿了两件瓷器 最后才拿起黄油葫芦瓶 把老板叫来 没想到三件瓷器 老板只卖四百五十元 徐少山心中暗息 假意讨价还价 最终以四百元买下这三件瓷器 连夜便抱着黄油青花葫芦瓶赶回了北平 回到北平琉璃厂 徐少山立刻把黄油青花葫芦瓶拿给自己的老板赵鲁珍看 赵鲁珍是北平城里著名的古玩家 赵鲁珍一件黄油青花葫芦瓶 连年称赞 徐少山的眼力好 并立即给了徐少山两千元 算是对他的奖励 赵鲁珍明知道 葫芦瓶是几百元买回来的 却一出手就赏给伙计两千元 因为多年搞古董收藏的赵鲁珍 已经意识到 眼前这件葫芦瓶 或许就是前几年泰山大庙丢失的那件 镇山之宝 于是他将宝瓶锁进保险柜 密不适人 可是赵鲁珍对于国宝葫芦瓶的收藏 并没有持续很久 到了1945年 抗战胜利 日本投降 山东省警察厅在整理积压案件时 几年前泰山大庙博宝失气案 又重新启动侦查 就这样 山东省警察厅派人到北平警察局了解情况 又走访了琉璃长古董店 寻求帮助 各地警察厅联合下发通告 如有人获此凭 现期敲出 隐而不报者将以通道论处 此时的赵鲁珍立刻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忍痛割爱 决定将自己秘密收藏了近四年的葫芦瓶 退还给泰山大庙 这样有着传奇绅士的黄右青海葫芦瓶 几经旱河 在1945年又回到了泰山 如今成为山东省泰安市葫芦瓶的一间镇馆之宝 据文献记载 乾隆当年赏赐给泰山大庙的葫芦瓶 原本是一对姊妹瓶 但不知什么原因毁掉了一件 仅存的这件葫芦瓶 先是被人盗走 又在民间流散多年 还能完整的保存下来 更让人感叹这件国宝的弥足珍贵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